三个中产党 香港的土地政策 先说过几个 包括放宽手指汗揭 我们也说过斗地主义 即是官地土地收回条例 以及共享土地先渡计划 今次Kelvin又想再提出一个新的政策 跟大家分享 我提出过去过有参与这个讨论 就是恒地的过渡性房屋 是否借地出来 借地出来 过渡性房屋一直有人搞 只不过是现在大规模多一点 过渡性房屋和永久性房屋分明是哪 我以前认为临时房屋 因为过渡性房屋 所以它可以借 如果永久性房屋,它就只有送 如果过渡性房屋,它没有借多久 我另外一样不明白 因为那些本土研究商不停在这儿骂 你不要以为他们捐地 很多都是借地 我真的心想借地又怎样,借地都建了一些房屋 你都可以住 它原意就是,我觉得这是值得讨论的其他原因 就是它过渡性的问题 过渡性的问题就是过了多久呢 这个没什么很大新闻的讨论 譬如这件事件来说 我去错了,它有可能发了电邮给我 我之前参加它讨论的 之前那一两次就去立法会开会的 今次这次,我以为那群人传给我 我以为是在立法会 之后就终于去立法会 然后看一看,原来不是在立法会 原来在基电工程总署 在九龙湾 幸好它都没有迟到 去到之后呢,今次规模大很多 还有跟上次不同 上几次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 例如在立法会里面 一人说小事 没有地产商的 今次不同的地方 就好像很花了很多着脈 或者是传媒 都是最后拼麦的时候 我记得是陈凡局长在那里 就拼了陈凡麦 还有拼了恒地的高层麦 就变成了整件事 是好像恒地主导了那样 其实整个活动里面 有不同的讲者 很多是NGO、蛇企 讲他们怎样去帮忙 运作分析 但是传媒的集中了 就是一来就问局长 接着就问恒地 恒地做些什么呢 恒地就是刚才说过个年期 他就说借出来 借出来的象征升收一元租 就借七年 七年就会收回了 但是人们讨论的时候 我想看看大家的意见 那建议都建议了几年 他说建议是希望可以建议 一年之后就建议好 是很难的 但你预议可能建议一年两年 他看是几层 如果他实在是三、四层 他过渡四企的做法就是说 他不是遇永组的 他这个情况下就说七年 但是七年呢 那些人问他 七年就参与没有浪费 陈凡就说其实有机会是可以续约的 就是可以续租的 恒地亦都没有说 什么时候他一定会收回 拿来发展 那有几样东西 他说出来是一个背景的资料 譬如说恒地选择这块地 他在锦上路附近 就是去地铁站 是15分钟走 开单车的话 5分钟左右 他说那于是乎就是 不用搞那么多基建 就是人们都住得下去 都不是太远的 那你一个站就去全湾西 一个站就去元朗 就是去新界 或者去市区 都不是太不便 另外就是说会建得快的 他们希望说 希望九个月都可以建好 未必一定行 以前见到的经验 就是说可能年龄 你一拖就两年 二十年多 那你就当你两年了 最坏 如果不是 他说他负责不起 因为其中一样 腾地就说我自己都出来 我不想我搞那么多 其中一样就是 怕别人说 捐负责买结 就是说 借完这个捐地 就立了这个过渡性房 那个计算 不是 我只是借地 只是借地而已 建入我无份建 在那个特地的附近周围 他都没有什么大项目 没有什么地 于是乎你建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连说他现在很流行 那些土地政策 就说 你建完这些地 你不就等这个政府 帮你建了一些基建 就有着所 我现在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 我现在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 那不重要的 因为他租出来的 那到他就建了基建 所以就归自己 那他都很小心 那些人就是批评的官商勾结 现在他连附近都没有 不过周围大师说 这些地你收回也有着所 那怎么办 其实政府规划 附近有公屋 他说我都不是打算 七年之后一定会收回的 也有个可能的话 如果七年的话 如果大家想继续在那里做住的话 就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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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一年 到时才算 我过了立场 你不要这么说 好像我这样受恃行地 我觉得我反而是反对KOL的 我贊成一个官商勾结是什麽呢 我贊成一个官商勾结是合作 不是 我建了楼 我有些楼 或者有些地 或者有些楼建楼 有人住的 我赚钱 就算勾结我赚多些 好过现在你没得吃 但是问题就是 我反对的勾结就是 你勾结 然后就不建楼 让你那些价格上升去赚钱 就是说我反对的是官商勾结 是那样东西 你那个东西是不勞而获的官商勾结 就是说因为你这样利用一个专利权 你可以不用做你就去能够获得利用的官商勾结 如果是赞成甚至欢迎所有是为民 即是说真正提供了服务提供了资源的官商勾结 所以我跟本土研究社他们的KOL是不同的 他们就是赞成他们认为 宁愿别人不要吃 不要住都不可以容许官商勾结 即是他们来说 你建一间屋 这里有一万一屋 不要了 那个商人可以赚很多钱 我们不要建 宁愿大家一起不要住 OK 这个是反对的 我认为他们这种东西是一个很无文化 很无教法的野蛮人 这个经济的角度就是传统 由Ellen Smith 刚才说的 他说地坦霸权是什么霸权 所有的霸权 霸权其实他去做事就是减少供应 减少供应的话 那些药物就卖一些 但是大师哥的说法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霸权还是合作 总之你霸权合作完之后 勾结之后 供应是多了的 那些是便宜了的 其实是市民应该欢迎的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给你赚钱 总之我死也不给你赚钱 我死也不给你赚钱 我没得住在街上也不给你赚钱 所以这么认为他们是非常讨厌的人 我想说这个角度性房屋子 讨论的地方都不是说帮不帮行地 还是说可能有其他的定商 有些是想着捐地 有些的做法是不同的 连借也不借 直接觉得角度性房屋可能有质疑的 我想转一转个话题的讨论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现在就说七年 七年可能你建两年了 那就是住五年了 我想讨论的是 其实如果你作为过渡性房屋的话 应该是让他住多久才拆才合理呢 为何这个讨论呢 就是这样 有些是预算三年四年 有些是NGO做的那些 可能有些是旧学校或者什么 改了几间的那些 改了什么工厦 是的 几年而已 你变成这么短的时间 差不多投入资源下去的时候 如果住几年的话 可能这条数据是很贵的 即是反正投入成本的话 那些钱的话 反正我拿来派给居民 可能他更开心 周金针跳动 是的 太短了这个问题 太长有问题 所以我先讨论 我過去看見你改劃十幾年都做不到 現在不是,我只是簽個臨時給你轉換用途 所以是臨時的,可能是臨時給你三年 三年之後政府批准你住多少人 在地不是住很多 變成你從起樓的角度來說,地積費很低 沙塌地 現在是建三層、四層 那一層地這麼大的話,建二千戶 二千戶就住了四、五千人 那些過渡性房屋一定是用便宜的 是的,所以短的就像是三十多錢 長的問題是,你原本的地,是應該將它加快改劃 然後就在高樓大廈,多一些人住 但如果你轉了過渡性房屋,只不過是避開了一些規劃問題的時候 很快起了一些,其實是不太有效率的房屋的時候 你如果永續的話 那這樣就變成怎樣的 貧民區 貧民區就是以前的傻子區 我解釋一下這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就是 你去做這些事,譬如你先說派錢 派錢的問題就是,你派錢其實沒有增加供應 所以到最後你是搶高貨太子東西,到最後你是增加供應,增加平均居住民 所以我經常都說,樓價和居住不是一個相關的東西 所以派錢是解決不了問題 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但解決到一些人開心一點 其實就是派錢給窮人,等於派錢給窮人 等於大到最後都會是,in some sense in a way 擠高了樓價 所以我就覺得,我就不太反對,我就很反對派錢 第二就是,因為蓋樓是需要一個速度的 因為全香港的建築工人是有一個限制的數字 現在我們有100幅地,我們沒有辦法同時運發至100幅地 所以當蓋樓的速度是一個上數的時候 所以有一些臨時房屋是頂住先,是很必要的 所以我就覺得,第三就是一個高樓大廈問題 高樓大廈這個問題,普遍就存在在整個新界的規劃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新界蓋那麼多豪宅,蓋那麼多什麼? 喂,新界是沒有人想,沒有人想在新界蓋豪宅的 我可以告訴你,什麼叫豪宅,其實我就不明白什麼叫豪宅 豪宅是沒有錯的,只不過是低密度住宅有錯 即是說,你蓋樓有什麼所謂的? 你蓋樓有什麼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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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沒有浪費地嘛,對不對? 所以蓋樓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低密度住宅就是整個新界的規劃 整個新界的地質比率 你的交通規劃,整件事你約去改 其實如果我可以這樣說 可以甚至是將,只要你能夠將地質比率加高 變成10倍地質比率 十倍很大 你可以將全部村屋都拆掉 我補回地價,沒所謂的 因為村屋有三個,只要你能夠控制到問題 基本上所有村屋,是應該整條一條村一條村 你覺得譬如你剛才所謂的 你預計的那些是國度性房屋的話 是三、四層的 我想這樣算 你說什麼時候搬走呢? 在政治上很簡單 我想段股行地都做不出 那個人有幾戶在這裏,還未安置 然後就夠膽拆掉它 到時候安置了 想辦法,他安置了才夠膽拆掉 我想段股行地都穿得起 安置了,他又有新的人搬進來 他可以安置的意思是搬去另一個過度性房屋 你一定安置,他未必能做到這裏 他們是聰明的 他們是聰明的 他們只是負責借一塊地出來 其他所有營運,哪個住進去 他就被NGO搞了 我被NGO說,我家屋都可以用到那些過度性房屋 你永遠不會安置得完 我有個位空,我肯定是會偷進去的 所以這些,我真的很預期是二日就難走 你去拆真的很難 但問題是,我覺得不是你給他時間 給他時間,幾年都要走 但行地都是屬碎券 總之搞出來,不要做 我盡了你,這樣就算了 在他的心目中 但現在的重點也是這樣 你剛才問了一個問題 答案是怎樣的 究竟是應該要多少年才可以 他現在就是Leave it Open 沒有一個答案 局長的說法,只不過到時候 你問他,七年之後那些怎樣 其實理論上都可以續 但可以續的話,他都不知道 我又很明白,因為陳范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根本不適合房屋政策 他怎會想到這個問題 我想理論上應該是,在行地借這些房屋出來的時候 他就同時做了土地規劃 當這塊地可以成熟,可以進行規劃的時候 到時就收回那塊地 而這樣做法還有一個好處 你建造幾棟東西出來 有一兩棟是可以讓那些人進去住的 感覺上是公道一點 有公義一點 但只不過問題,我最擔心 那些人可以進去那些人 他怎會願意離開 然後李陳范還要Leave it Open 就說繼續繼續下去 就變成我們以前碼頭圍的西智區 原本打算一陣就差 搞幾十年 還要我看到那些不是示範單位 行地拿出來的那些 畫得挺漂亮的 例如我告訴你 去到什麼時候這些會差? 就是沙士 沙士 沙士就沒有了什麼 人們買居屋和入宮 就乘機把這些東西搬走 我看回歷史 有些傳統九七年前的安置區 林屋區拆 有一次彭定康巡區的時候 發覺有些人拿老鼠去 我們住衛生環境多差 於是他就得起心 我們要取締這些 好這次就到這裡